接下来看看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 这一场被全球最担心 可能会扩大整个中东的战局的局势 意外的就在 伊朗真的导弹攻击了特拉维夫之后 连到底以色列回击的煤打到了哪里 大家还有点各说各话或说一半 怎么说像以色列终于低调认为 他也空袭他也报复了吗 卫星就要公布了伊朗的防空系统 雷达受损 画面也给大家看 可是以色列空袭这件事情 整体事件没有获得官方证实 包括了美国 以色列 伊朗 三方都各自表述 这还是始终最有趣的地方 只有不具名的以色列官员 说以色列的确发动攻击 而这次袭击 以色列用了伊朗上个礼拜 就是一周前攻击以色列 受到维夫发射的数百架无人机 跟飞弹的部署的一小部分 所以意思只是在表达说 可以在不被你发现的情况之下 我绕过伊朗的防御系统 然后把你的防空雷达给瘫痪 这个是他的目的而已吗 但卫星图可以发现空袭之后 这个雷达出现了受损 不过伊朗仍然坚称 没有任何受伤 甚至还开玩笑 昨天我们还特别po了那个影片 给大家看说 那就像被击落的无人机玩具一样 一点杀伤力都没有 可是以色列极右派 被说是唯恐天下不乱吗 他可不这样说 一位鹰派的部长推了一个字 这个是当地的文字 意思概念就是说 稻草人 这个字就翻译成稻草人 就是说你以色列太弱了吧 你被攻击走都 然后你的回击就只有这样吗 所以他用希伯来文这个礼语来发文在X上面 结果就引起了以色列相关的人的担心 就是说被说是软弱吗 结果反而结果是引来了严厉的谴责 抨击他危害整个整体对伊朗的战略 所以到底以色列现在战略是什么 特拉这个纳坦雅胡到底怎么想 有一个所谓揭秘的报道说 以色列本来想派F-35的 为什么没有派呢 就是担心F-35会过度的引起伊朗的愤怒暴富 而且还飞越邻国的国家 必定会进入阿拉伯国家 所以就19号三架遭击落的无人机来讲 是从伊朗境内起飞 也不是从以色列发布 也不会从以色列境内发动攻击 也不会影响到其他国家领域 那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吗 但以色列当局也在考量 中东局势要怎么做 纳坦雅胡长期仕途跟很多个邻国 要培养战略盟友吗 其实很难 尤其是这些国家近来 大部分都是全面的在力劝他 或施压他 不要再升高情势 甚至要求中断 终止最近的攻击局势 所以这个是纳坦雅胡一念之间 现在显然看起来 是向有限度的在发展当中 而伊拉克军事基地被爆炸这个事情 虽然也很多人怀疑是 以色列干的 但是现在伊拉克军方 官方公开的表示是说 这个是武装团体人民动员 驻扎军事基地发生爆炸 没有看到无人机或者是战机 美国以色列都说没有参与 所以目前没有人负责 哈马斯怎么回应呢 他说这个是奇迹事件 这个是伊朗的好朋友 友邦的概念 盟友的概念 是要侵犯伊拉克主权和安全 这个事件呢 他只指是以色列的野蛮行径的体现 拜登要负责 不过显然他们都不愿意承认了 刚刚我们谈到了美国众议院 通过援助的以色列乌克兰台湾 所谓的安全法案 其实卡了超久的 终于过关 这个价值台币大概3兆美元当中呢 印太安全就81亿 原污610亿 其中以色列的部分有264亿的美元 那么俄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就说 此举正加深全球危机 会让乌克兰更多人死亡 但非但射光光了 美军实在要说钱不够 要325亿美元 这个是美国的海军部长公开说的 海军需要至少10亿美元的额外支出 所以你要援助其他国家的 自己国内的美国海军部长 也说我们不够使用这些军员 军品就是不够 而俄乌战争 现在国防部 俄国国防部指出说 一个晚上至少几落 乌克兰50架无人机 三座发电厂 一座燃料库 虽然现在我们看到相关报道都少很多 但乌克兰的艰难是大家可以想象的 甚至大家现在在问的是说 本来乌克兰方面说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得到美国援助的话 马上战争就会被停止了 甚至就是要输了 就是要被打败了 现在CIA局长的说法是说 那我们现在给了实质援助 国会脱关了之后 乌克兰就可以撑完2024了 接待目标KPI很清楚 就是要在2024大选之前 不能够输 战争不能够结束 因为一旦中断援助 战况就要结束了 所以亮哥在从以色列跟伊朗这个冲突 现在产生的三方说法 很有意思 就是三方也都没有承认谁干的 但也被打到的人也说不痛 没有被打到 这个就是 大家都在自我克制 以色列说我已经打完了 那伊朗说没有 没有打到 伊朗有打下三架无人机 你去想一想 那个伊朗打以色列的时候 才一个半小时 以色列拦截了几架无人机 所以以色列如果真的要打伊朗 有可能只有三架 这个 而且怎么样距离蛮远的 所以你战斗机确实飞不到 你如果要 要对伊朗真的有威胁 你还要用那种钻地弹才打得到 因为它有很多 可能在我们叫这个弟弟 那他说他打伊斯法汉的核电厂 事实上也没有打 他爆炸的地方 距离伊斯法汉的核电厂很近 没有错 可是还是有相当距离 所以我觉得都是 就是没有要扩大 我觉得最离奇是伊拉克 伊拉克还有死伤 死了一个人 还有受伤几个人 既然他说我没有 没有被打 那意思好像自己炸的 他这个意思好像是自己炸的 美国以色列都说他们没有 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案盘 案盘就是纳坦雅胡 大概借说好我这次就听你美国的话 那我不会让伊朗的战争扩大 可是你要让我去打拉法 所以我认为以色列 还是要准备打拉法 我时常看到 美国的媒体目前报道的 以色列还是要回来打拉法 那有人说他们准备了4万顶帐篷 说要做必要的难民疏散 这个行为被美国严加批评 说你这个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 因为拉法那边的难民有100多万人 你怎么可能这样搞 而且又不是只有住的问题 吃呢 那你要打多久 所以美国显然是 认为会有很严重的人道危机 如果真的打 可是我认为以色列没有放弃 他还是要打 这个就是 我觉得以色列就有点是这样的考虑 就是反正我就能打多少就打多少 给我这种感觉 就是说哈马斯人杀几个就杀多少 那巴勒斯坦逼他们出去 或者有些人不幸饿死病死 那反正就是少多少这样 怎么想这样是非常不人道 不正义的战争 那美国就是否决你要怎样 因为这个时候 能够在军事上出牌的国家 真的没有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悲剧 就是拉法可能还是会进行 那另外乌克兰的部分 讲白了 如果不打 博恩斯自己都承认 所以年底大概乌克兰就要投降了 随时可能结束 我事实上认为不是年底 再两三个月就要投降了 因为接下来你就要碰到冬天了 俄罗斯如果都炸你的电厂 你怎么办 所以他急着需要有地对空的反 就是反飞弹的系统 要拦截 对 防空 他急着需要 不然他真的会被炸光 而且现在俄罗斯那个 郑重目标的频率在增加 这表示他的反飞弹系统 真的是不够了 所以美国这个是及时救命 我刚刚看有一个媒体的标题 就是这样写 说这个就是及时救命 坦白讲也是美国的军火工业 可是就是救他的命 可是救他的命 我们讲白了 你人还是没有着落 你未来的士兵的动员 要从哪边找 所以这个只是救急 让你不要被俄罗斯轰炸得太惨 可是我觉得美国 讲白了就是要撑到选后了 给你一口气 就撑到11月了 好 一口气 让乌克兰去打下去 将军在军事上 应该很少看到有这种 你攻击的 互相攻击了对方之后 没有人要正面面对 然后被打 被攻击的人也说 应该没有被打到 对 以色列的报复行动 它雷声大 雨点小 因为以色列有它的战略考量 它现在的状况也是 这个捉襟见肘 我们看到 如果报复战的进行的话 那伊朗在此时报复 那以色列的话怎么办 而且现在已经战火会可能 如果报复战 一定在以色列的国土上面 这是它从来未有过的状况 所以会让以色列的整个的 不是军事上面 包含工商业都会有一个 非常沉重的影响 所以以色列在上面来看 可能大事划小 小事划五 把这个报复战 就把它倾停点进 就一一一的带过去了 第二个考量我认为就是 以色列开的战线太多了 包含南西方的 我们加萨走廊的哈马斯组织 北边的黎巴嫩的真主党 也包括东部的叙利亚的 伊朗的圣城旅 还在那个地方 南边的叶门的胡塞组织 它东南西北都有威胁 再加上如果再报复的话 它战线开太多 这样对以色列来看 整个军事战略是限于极不利 因为它会分身乏术 多面应付 造成力量分散 倍多利分 会有这个状况 所以对以色列来看 它第二个状况是不利的 第三个我们知道 伊朗不是其日的无下阿蒙 伊朗是全世界第四个国家 拥有高超音速飞弹的国家 这一次以色列没有拦截成功 因为除了美国 俄罗斯 中国 大陆之外 再来就是伊朗有高超音速飞弹 就是我们讲的法塔赫 高超音速飞弹 难不倒 现在这个伊朗的人口 是以色列的九倍 伊朗的国土 是以色列的八十倍 它太大了 而且伊朗除了法塔赫 高超音速飞弹之外 还有另外四型的飞弹 都是射成2000公里 可以打到以色列的国土 变成这个状况 如果要报复 一直加码的话 伊朗可以一直加码 以色列就没有办法一直加码 因为伊朗太大了 变成他要 以色列想要报复的话 对伊朗来看不痛不痒 第四个 如果是以色列要加到报复的话 伊朗要封锁波斯湾的荷姆斯海峡 这样的话整个原油都印不出来 天然气也印不出来 原油印不出来 整个世界的话 这个原油跟我们叫人员大涨 那怎么办 全世界压力会给以色列 以色列要面对国际的压力 这是第四条战线 就以色列这问题压力太大了 排山倒海过来 造成它的困难 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 乌克兰目前状况是极不利 因为双方 其实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的战争 俄乌战争 这是无人机的天下 双方总共用的无人机 统统加起来 超过10万架次的无人机 都投注在乌克兰战场 但是乌克兰战场现在 它现在已经 我可以一看 现在乌克兰已经派出了 战场督战队 战场督战队 换句话说 逃兵很多 都不愿意打仗 战场督战队打 一定要向前 那这样的话 整个状况不利 才会有战场督战队 战事一日多顺的话 根本不有战场督战队 直接势如破毒 向东推进 抵挡俄罗斯的大军 现在不是有战场督战队出钱 就知道乌克兰的状况 陷于极不利的态势 已经进入利害转换点的 不利态势 再打下去 我看它只有 弹尽圆绝 它现在不是损兵则将 将来可能 无可用之兵 这是它的 捉襟见肘的难处 楚教授 我刚刚亮哥认为 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 会往这样 有点离奇的情况发展 应该有案盘 你的看法呢 当然 以色列还是主要是希望能够恢复的 他对拉法的军事行动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可是现在这个叫做数欲禁而风不止 就是说以色列跟拜登 也许可以在拉法上面找到一个新的共同点 可是美国的媒体 比如像华尔街日报 可能就不会就此打住 因为华尔街日报 今天中午有一则新的消息 就是说当天伊朗在发动攻击的时候 拜登跟他的国安团队 在这个战情室里头 下了一身冷汗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认为说 伊朗的这个报复行动 大概就是50枚左右的这个飞弹好了 或者是50架左右的无人机 结果是多少 300 然后170架左右的这个无人机 然后再来100多枚的这个导弹 猛烈的攻击 所以说其实他们认为这是超过了当时 似乎他们预期的最糟的情况 同时华尔街日报也有一篇专栏就说 他觉得以色列的报复行动 虽然是符合了拜登的预期 但是没有真正消除伊朗的威胁 因为这个飞弹打到了伊朗去以后 没有摧毁它的核子设施 也没有摧毁伊朗的这个军事设施 它只是象征性的一个行动 虽然那个以色列的媒体说 这个行动已经让伊朗看到了 就是说伊朗无法侦测到 以色列的攻击行动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专业的部分 就是说他说你看以色列的这个飞弹 射进这个伊朗的时候 伊朗的这些雷达系统 是没有办法侦测到这个的 这已经展现出以色列的能力 就让伊朗知道它的厉害 这样就够了 但我觉得有一点 数量不多 我觉得这有一点拓面自干 所谓拓面自干 当然不是以色列失败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以色列是想要大规模行动 但是拜登不让他这么做 这种情况下 其实对于很多在美国国内的 尤其像共和党的人 他就会把它描述成为是一个 拜登外交政策的失败 或者拜登战略上的软弱 这种行动 这未来就会继续发展下去 也就是到底 以色列是不是应该利用这个时候 就摧毁伊朗的核子设施 因为这有可能会发展成为核武 而且按照伊朗的官方的宣称 一旦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 他们就要把这些核子设施 变成核子武器 所以说他的确现在已经为自己 开始向这个核武迈进 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你为什么不这一次干脆就消灭他 我认为这个大概是未来共和党 主要要攻击的方向 这个会使得拜登就是左右为难 因为如果以色列再打下去 他国内的这些阿拉伯裔的选民 就不会支持他 可是他如果没有一点 对付伊朗的手段出来 共和党的选民会把它描绘成 他的软弱 所以我觉得拜登的处境 会越来越艰难在国内 这个选情对拜登一直都这么的艰难 好